7月14号是法国国庆日 也是2024巴黎奥运会圣火传递抵达巴黎的日子 奥运圣火传递仪式伴随着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 点燃了参与民众的热情 成为今年法国国庆日的一大亮点 巴黎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在过去两个月 吸引了超过550万法国民众的热情参与 尽管法国当前政局的不稳定令民众有所不满 但民众对奥运会的参与热情依然高涨 14日上午11点50分 奥运圣火被传送至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国庆阅兵看台下 巴黎奥作为主席托尼埃斯坦盖也来到现场 他表示说迎接圣火来到巴黎令人激动 法国将欢迎世界 法国已经等不及了 奥运圣火从巴黎湘系立社大街出发 沿着巴黎市中心的主干道传递 经过许多地标性建筑 包括大小皇宫 先闲词 巴士抵御广场 国民议会 巴黎圣母院 卢浮宫和彭匹度艺术中心 最终抵达巴黎市政厅 全程共31公里 为了庆祝圣火的到来 巴黎市府及奥组委 当日安排了多种音乐会和表演活动 众多体育明星 歌手和演员齐聚现场 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节目 热情的法国民众涌上街头 亲眼目睹圣火的传递 这是一个环境的时刻 一回到一个生命 我们还能够享受 然后看到这些人 都很开心 看到这些社区 都很开心 富翁卫视 李萌威 莫叶 法国巴黎报导